昨天說到 馬空群說昨晚四更之後 有十三個人被殺了 問葉開知不知道這件事 葉開回答得很簡單 他說 不知道 於是馬空群突然一握手 葉開這樣才看到 他前面原來擺著一把刀 這把刀很薄很利 馬空群看著刀說 這把刀 怎麼樣 挺漂亮的 如果不是漂亮的刀 又怎麼可以連斬十三個人頭呢 這把刀 閣下難道還沒見過 還沒 閣下知不知道 這把刀在哪裡找到的 不知道 就在殺人那個地方的地下 空手殺了人之後 就把刀埋在地下 只是可惜 埋得太過匆忙 所以 才會被人發現的 嗯 很好這把刀 為什麼要埋在地下呢 那麼 或者 因為空手是個從來都不帶刀的人 啊 唐主 你不是認為這把刀是我的嗎 嘻嘻嘻嘻嘻嘻嘻 你如果是我 你會怎麼認為呢 那我不是你啊 不過 昨晚四更之後 落落山慕容公子 父公子 還有飛天自主 全部都躺在自己的房子裡 都有人證明的 所以 那十三個人 就絕對不會是他們殺的 但是 閣下你呢 昨晚四更之後 去了哪裡啊 有誰證明啊 嘻 沒有啊 各位 沒有啊 即是水洗都不清了 於是 馬空群突然不再問下去了 向左邊打中個眼色 只聽見一陣沉重的腳步聲 花滿天雲在天 已經走到葉開的身後面了 雲在天就說 葉兄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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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幹什麼 請你出去 誒 我在這兒坐得好地地 怎麼笑我出去呢 不過 不願意都沒用 人家是主人 於是乎葉開唯有慢慢站起來 雲在天立刻為他拉開張椅 馬空群又說 這把刀 既然是你的 給你 接著 他一仰手 刀就飛了出去 畫了個弧圈的直 飛葉開的面前 葉開就沒有接 刀剛剛拆過他的衣袖 嘟一聲 就釘在桌上 哇 插入了幾寸心 葉開說 嗯 果然是把好刀 不過很可惜 不是我的 講完 葉開就真的走出去了 大家聽到這兒一定會問 其實他可以找馬空群的女兒馬芳寧來作證 為什麼不找呢 沒錯 可以 但是葉開不會這樣做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大家聽下去 自然就會明白 那麼葉開走在前面 花滿天 雲在天 就好像兩條影一樣 貼身跟著他 誰人都知道 他這一魂走出去 怕就永遠都沒得走回來 個個人都看著他 都替他可惜 但是又沒有一個人肯出來為他講話 連富鴻說都沒有 馬空群網網大家問 對這件事 各位還有什麼話說 富鴻說突然說 只有一句 請講 唐主 若果殺錯了人 哼哼哼 殺錯了 還可以再殺 那 那我明白了 閣下 還有什麼講 沒有 那 請各位 吃粥 我們講講 外面 外面的陽光燦爛 照著迎風照展的大旗 葉開走到陽光底下 樂高的頭 吐了一口大氣 然後說 嘻嘻 今天天氣真是好 花滿天就說 嘻嘻 天氣也是好 嘻嘻 這麼好天氣 怕沒有人想死 可 只可惜 無論天氣好也好 壞也好 天天都有人死 嗯 嗯 沒錯 嘻嘻 的確很可惜 你說 昨晚四更之後 閣下 閣下 究竟在什麼地方 沒有 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嗯 那就可惜 可惜 可惜 的確 可惜 可惜 什麼可惜 啊 閣下 年紀這麼輕 就這樣死了 怎麼不可惜呢 哈哈哈哈 誰說我要死啊 我一點都不想死啊 哈哈哈哈 我都不想你死 不過有一樣東西要你死 花滿天的手突然之間垂下 在腰間一纜闊的皮帶上面輕輕一拍 撐一聲 一把百年精鋼打成軟劍彈了出來 迎風一韌 韌到直一直 葉開讚了聲說 哎呀 好劍啊 呵呵 比起那把刀 好啊 那就要看刀在什麼人手上了 要過在閣下你的手上呢 哈哈哈哈 我手上從來都沒有刀 也都不用用刀的 不用? 啊 我殺人喜歡用手 因為 我很欣賞那種用手 捏碎人家骨頭的聲音啊 呵呵呵 劍佔刺入人獄裡的聲音 你又聽見過沒有? 還沒有 那種聲音 都很有趣的 是嗎? 什麼時候可以讓我聽聽? 啊 你馬上就會聽到了 花滿天講完 長劍一發 劍尖就斜斜挑起 迎著焦陽 哇 閃閃發光 他一刀已經刀到葉開的身後 就是這時候 有個人說 傻仔 殺人有什麼好看呢? 好看 好看個殺豬 花滿天聽到這把聲音 哎 馬上收著劍勢 葉開也忍不住 轉頭看了眼 於是 就看到一個白衣婦人 拖著一個穿著紅衣的小孩子 從屋角那裡走出來 這個女人 身材高高 滿頭黑髮 瓜子口臉 白白正正 她不是那種令人一見就燒魂的美女 但一舉一動 都充滿一種成熟婦人的神韻 只要是男人 見到她就會知道 哎 這種女人 男人不僅可以在她身上得到安慰和滿足 也可以得到了解和同情 那個小孩子 頭上是扎著一條鞭子 是鞭子隔隔的 生得瘟瘦瘦 不過雙眼很大 那雙眼圍在滷下滷下 好活潑 好機靈 葉開對著她們笑了笑 見到女人和小孩子 葉開的笑容 永遠都很親切 很動人 那個小孩子看見她 打了個凸 然後突然跳起來大聲說 啊 我認識這個人 那個婦人就說 哎 別亂說 快點跟我回去 真的 醜醜醜 抱著我姐姐又不放手 你說你自己醜不醜 花門天 覺得奇怪 就問她說 小虎 別亂說二十四 我不是亂說二十四 我說的是真話 昨晚 我明明見到她 跟我姐姐 立在一起 姐姐叫她放手也不肯放 昨晚 什麼時候 就快天亮 那時候 是不是你親眼見到的 千萬別亂說 是 是我親眼見到的 你怎麼見到的 昨晚 昨晚來響之後 姐姐說要出去看看 我說要跟她出來 她不給 我就趁她一無留神 一跳跳上馬那裏 拿著馬套 然後呢 姐姐都不知道 騎著馬出來沒多久 遇到這個人 後來她們就 就 她說話都未曾說完 就被婦人拉走 不過她一路走 還一路說 我說的是真話 我真的看見她 你為什麼不讓我講 花滿天 雲在天 你望我 我望你 好像兩個做錯了事的小孩子 醃開面上的表情很怪 不知是喜歡人家說出她昨晚的事 還是不喜歡 馬胸群就不知何時已經走出來了 她臉色都青霾 向葉開插插插手 說一聲說跟我來 就帶步行出大院了 葉開真的跟著她走出去 這時候 外面的大草原上面 傳來一首木歌 唱的是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其实这阵时周围望着就见不到牛羊 只是见到马群 马群在阳光底下奔跑 天地之间就充满了生命和活力 马凶群在马群之中选了一匹好马 一跃就骑上去 打马狂奔 大概是想发誓一下 叶开也选了一匹好马 所以勉强跟上马凶群 但是不知道他想去哪里 跑了大概一个多时辰之后 再来到一个山坡脚下 马凶群就翻身落马 落马之后气都不透 直撲上山 叶开也唯有跟着 原来山坡上面有一座大坟墓 坟上面有几堆枯草 几棵白羊树 坟头那里 立着一块九尺高的青石碑 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 神都堂烈士之母 旁边还有行字仔 写的是 白天与夫妻 白天勇夫妻合葬于此 马凶群上到来之后 就跪在石碑的前面 这阵时山风阵阵 他在石碑的前面跪低了很久很久 才站起身 对着叶开说 你看到什么 看见到一座坟 你知道这个是谁的坟 白天与白天勇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不知道 他们都是我的兄长 就好像我的亲生兄弟一样 叶开听到这里 明白为什么人会叫马凶群做三老板 马凶群又是问话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将他们合葬在这里 不知道 因为我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血肉已经被草原上的恶狼吃光 只剩下一堆白骨 认不出谁打谁 你望下 你望下四周围 你看下四周围 望不到哪个大地 都是我的 大地上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财产 都是属于我的 我得回来不容易 你再看一下 马凶群突然施开以战 露出古铜色的胸口 他说 你看下 你看下你们是什么 叶呀 叶开立刻打了个铜 胸口有毛的人他见得多了 但是胸口有那么多刀鸭剑鸭的 他真的没见过 马凶群很激动 他大声说 这些就是我付出的代价 是用我的血 我的汗 还有我无数兄弟的性命 换回来的 所以无论什么人 都迷之意抢走我的地盘 无论什么人都不行 你听 你听到吗 马凶群说到上气不接下气 这个身经百战的老人 虽然有钢铁一样的身軀 但是他的体力 显然比不上那些年轻人 他透顺一条气之后 零转身 拍拍摇开肩膊头说 我 我知道 你是个很有志气的年轻 连死都不愿意损害人家的明星 好似你这样的人 世上已经不多 没有 我做的只不过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你做得很好 我很想要你做我的朋友 甚至 做我的女婿 不过 不过你最好还是快点走 走 没错 走 快点走 越快越好 为什么要走呢 就是因为这里的麻烦太多 无论哪个在这里都会有危险的 我不怕危险 你 你本来不应该来这里 你应该回去 回去 回去 回去哪里 回你的家乡 哼 你知不知道 我的家乡在哪里 无论你的家乡在多远 无论你要多少盆村 我都可以给你 那么多谢先 我家乡 一点都不远 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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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哪里 我家乡在哪里 就在这里 我生在这里 掌在这里 你还叫我去哪里 所以你一定要留在这里 是啊 叶开 说完 转转身就走了 马空群 没拦了他 甚至连看都没转转头去看他一眼 比着五年前 他绝对不会让这个年轻人走 他会把这个年轻人埋葬在山坡上 他从来都没人敢拒绝过他的要求 他说出来的说话从来没人敢违抗 谁知现在有了 正话 他们面对面的时候 他本来有机会一拳就打爆这个年轻人的避梁 他第一拳出手的速度 是江湖中出了名的 可以用快如闪电来都形容 如果是比着五年前 他自信 可以将任何一个站在他前面的人打低 但无论是谁 只要他的鼻梁被人打爆了 头当然会暈 那对眼 就会被 鼻标出来的血封住了 想说再还击就很难了 这招 就是他的绝技 叫做一拳封门 这拳 他本来很有把握 而且几乎从来都没失过手 但这一次 竟然没有出手 那么多年来 他的肌肉保持得很好 很结实 甚至 还没能见到他有伤下巴 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 他身体都好像飙瘡那样挺 那么多年来 他的外表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变化 但是一个人内部衰老才是最要命的 他突然间发现自己的顾忌越来越多 无论对什么事都好 都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把握了 甚至在床上 他也觉得 好像不像以前那样可以控制自愚了 最近这几次 他甚至怀疑自己 有没有令到对方满足 究竟是不是象征着他自己已经漸漸衰老呢 他看着石碑上 几行字 白天羽夫妻 白天勇夫妻 他们本来 都是他的兄弟 他们真的死得很惨 不过马空群就不能为他们报仇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 有个秘密 各位听众 这个秘密究竟是怎样的呢 如果想听的 明天打开收音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